中东继续乱下去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需要警惕全球因此买单 大家好,我是萧嫣华 一谎言,距离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已经过去100多天了 而乙军拱路加沙地带实施军事行动也有3个月 原本外界认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 但是没有料到乙军的表现以及哈马斯的顽强超乎想象 导致越来越多的变量因素发生 例如列巴兰珍珠党也没胡塞武装 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纷纷下场 帮助哈马斯 中东局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的提升 在这种背景下 这轮巴异冲突所造成的各种危机频繁引爆 这种危机又升级成中东战争的风险 从以色列内塔利亚湖政府的做法来看 他们显然是冲着种族灭绝去的 因为谁来劝都没有用 连美国政府的面子都不给了 由此可见 以色列政府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 必须要打到底 另一边的美国政府也非常的为难 不听以色列 犹太财团那里没办法交代 一致力听以色列 只会助长对方的嚣张起眼 导致内塔利亚湖这帮右翼分子干出更多人神共愤的事情 从而彻底将美国脱下水 美国通过几届政府毫不容易从中东泥潭脱身 转变战略方向着重对付中国 实在不想重新返回中东了 但眼下的情况呢 不忙又不行 面对这种作有为难的处境 拜登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 话又说回来 虽然说中东局势很乱 但总体相对克制 因为两位主要棋手 始终不想爆发正面冲突 我说的是美国和伊朗 把一冲突看似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交量 其实已经演变成 美伊两国与伊朗及其附属武装的交量 但斗争归斗争 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彻底撕破脸 因为一旦斯破脸就会卷入一场 两败巨伤的非力性战争 很多国家都想坐手云翁之力 关于这一点 美国与伊朗都看得很清楚 不到万不得一 不会拿自家的性命去拼 虽然中东局势看起来乱成一锅粥 但冲突仍然是美国与伊朗的默契管控当中 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危机还能管控 未来可就不一定了 因为爆发长期冲突 一定会影响相关地区的秩序与稳定 从而影响中东各国 耐指非洲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伊斯兰大国埃及已经深受影响 因为埃及政府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 是依靠苏伊士运河以及旅游业 现在把一冲突打墙 红海商船又被野眉胡塞武装打击 埃及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所以中东冲突 长期化势必会对埃及造成严重的冲击 进而引发一系列无法预测的事件 不排除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突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而一旦局势恶化到这个地步 中东将会陷入长期混乱的局面 同时也会影响全球所有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